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欢迎直居所电新闻时点不一样 我们来看到是直居族 这个词在最近非常的行 它指的其实是日本有一群 整天只窝在家 不愿意外出社交的人 而您知道吗 这样的族群大概就有146万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 这个现象更加明显 窗边书桌放一盏台灯 桌上文具公仔 还放了几本字典 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房间 是这位22岁东京青年 每天窝着的地方 大部分时间都在家 不就学 不就业 不想社交 也不想找人说话 打游戏滑手机度过一天 这在日本其实有个专有名词 中文叫加里敦 定义是连续6个月以上 不太走出家门 几乎都窝在房间 如果出门 也只会在家附近才卖 上周围22岁男子 小学五年级 被同学霸凌后 不想上学 中学只读一星期就放弃 寒授课程也半途而废 成了加里敦 而家里窝久了 负面情绪也在堆积 但他不是最严重案例 疫情前日本政府曾经估计 全日本至少115万名 加里敦族群 2023再次调查 变大约146万 等于每50位15到64岁人口 就有1人 东京都去年调查 就算不是加里敦 也有将近四分之一受访者 经常因为负面情绪 就不出门 而疫情过后 不止日本 越来越多国家发现 加里敦根本成了全球现象 从美国到非洲 再到欧洲的丹麦 法国都有相关研究 这位法国妈妈 很担心儿子 但光焦虑没有用 家人往往能成为改善的关键 回到日本 政府越来越重视 加里敦现象 也开始想方法伸出援手 各级政府设立咨询专线 还有精神科医师 尝试用对话机器人 协助加里敦的人 建立沟通社交能力 另外九州大学也有研究 未来可能用血液样本 就能及早发现 加里敦倾向的患者 尽早介入改善 甚至开始治疗 特别新玩众话导 接下来镜头是转到阿根廷 受到通膨的影响 阿根廷在今年的三月份 经济活动就萎缩了8.4% 即便总统米雷伊 他又提出了整洁的政策 但是仍然挡不住 也让街头的抗议频频 阿根廷东北部 教师示威失控 差点闯进地方议会大楼 镇报警察赶紧喷辣椒水驱离 为人师表们要求加薪 得不到回应 演变成全国教师大罢工 首都布宜诺斯爱丽丝 也有教师示威 有些基层教师月薪只有2.5万台币 通膨率快300% 要怎么活下去 现在酝酿要罢工的还有铁路工会 阿根廷周四这天火车开得特别慢 不是日子特别难过的错觉 而是铁路工会不满薪资太低 干脆降速抗议 时速只有30公里 比台北市公车速限40公里还慢 行车时间增加到一倍以上 导致铁路大污点 旅客却异常淡定 这不是阿Q心态 而是被通膨整得太惨 对生活不期不待 政府堪补贴铁路公司也只好裁员 首都附近的铁路建设计划 从本来60名工人 砍到只剩6个人 全国建筑业一片萧条 今年至少就裁掉了10万人 另外一个经济成长的火车头 制造业也是惨兮兮 这名被私手的音乐梦 随着失业而中断 尽管通膨率已经回到各位数 但是失业跟贫穷问题还在恶化 阿根廷今年3月经济活动 锐减8.4% 是2020年以来最严重的萎缩 依照产业拆开来看 建筑业衰退就快三成 制造业也减了快两成 说到底跟米雷伊的 尊杰政府开支政策都有关系 经济惨物价贵 阿根廷人穷到得出国血拼 像这位拖着大行李箱的 阿根廷游客 挤满邻国致力首都 圣地雅各的购物商场 原来是阿根廷物价 飙涨的速度比邻国还快 加上阿根廷政府 一直不愿意放手 让比锁贬值 比锁在邻国的购买力 反而比在国内还强 阿根廷还有一个怪异现象 就是今年大豆收成之后 农民宁可囤积大豆也不愿卖 更雪上加霜的是大豆是阿根廷 重要的出口经济作物 米雷伊政府又急需 靠出口赚取美元外汇 来偿还国家债务 然而现在米雷伊 还是对休克疗法 信心满满 更打算兑现竞选承诺 一喊出大减税 米雷伊的支持者陷入狂欢 但能否刺激内需旧经济 还很难说 关注俄乌战火 乌克兰的无人艇 在克里米雅突袭 这难道战术要调整了吗 因为就传出说 继北约之后 美国也点头同意了 原武武器的限制松绑 也可能打向俄罗斯本土 两名俄罗斯士兵落荒而逃 原来是自家T-90坦克 开一半卡在弹坑 这个弹坑还是俄罗斯 自己的导引炸弹所造成 眼看俄兵落跑 乌克兰乘胜追击 加派无人机飞敌烤进 一秒炸毁要价约1亿元台币的T-90坦克 不止无人机乌克兰无人艇 又在克里米雅小兵立大功 这次使用的又是乌克兰自行研发的 Magura V-5无人艇 过程中还拍到俄罗斯 尝试开火升空直升机 却还是无法命中 无人艇最后成功摧毁 两艘俄军KS-701巡逻艇 同天乌克兰也使用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攻击克里米雅东部的 克制港口摧毁 俄国运输用渡轮 乌克兰加强锁定克里米雅 而俄罗斯则继续轰炸哈尔科夫 当地一栋五层楼公寓 被炸出一个大洞 消防员疲于本米灭火 却还是陆续发现民众遗体 俄罗斯无所不空 受害的还有一处马术中心 一名志工情绪激动 边讲边哭 为了加强原屋法德合资的 KMDS国防集团 在比利时的冰工厂 加紧赶工 目标明年六月起 每年能生产三万枚以上的 一五五毫米口径炮弹 原无之余也加强自身的防御力 乌克兰虽然有欧美弹药军援打起来 但在法国德国之后 美国媒体报道拜登也答应松绑规定 但仅限攻击哈尔科夫周边地区 根据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 若乌克兰真能使用射程三百公里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那么地图上框起的区域 包含好几个俄国空军基地都是射程范围 目前捷克当地震如火如荼召开北约 外长会讨论的也是松绑限制话题 艾莎尼亚积极表态支持 因为他们旁边也紧邻俄罗斯 一旦乌克兰战败恐怕成为下个目标 而镜头另一边 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始出现囚犯兵报道准备打仗 乌克兰陷入缺兵开始征召囚犯兵 根据统计迄今已经有四千多人申请从军 但实际还要进一步体检或法院批准后才能上战场 铁新闻 综合报道 中共的军演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天 但是像是给国军和赖政府一场防卫抽策 有学者专家就分析到 中共的演习现在会取专用的代号 这代表攻台流程操演已经模式化 大兵力围台一周过后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针对性威吓 仍不曾间断 5月30号 国防部公布了周遭空域动态 南北两处击角 显示部分的共击又迫近台湾 不过和历劍演习期间相比 还算小意思 中共官媒刻意释出影片 宣称看见中央山脉 知情人士研判 很可能由当时在我国东岸 二思海里压线飞行的共击所拍摄 但海空军 海警 大举对台发兵的最终效果 文宣影响力远胜于火力 其实他这次重点是在 认识作战 在释出相关的影片 不管是对他公团的六大神器 或者是等等之类 做的比较前显易懂 主要是让没有那些背景知识的人 也都看得懂 开始公布大概就已经知道 他没有宣布说 化设相关来进航 或者是说禁止船只飞机进来 代表其实他就是不会有实弹 5月23号上午 解放军东部战区 突然宣布演习展开 各式犀利杀气 却都只在影片之内展现火力 事实上4月19号 星辰边的信息支援部队 可能已在党的指挥下 在这一局小事身手 相关的装备拉出来 然后我跑一趟全流程的东西 但是我不发射 那这次我们讲的联合利剑 应该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 全军的一个攻台的 全流程的一个演练 当演习的名称已经系统化 专家进一步演习 联合利剑2024B或C 差别旨在于规模或发动时机点 除了两岸关系持续下探 我国政府元首出访 或是国外高阶行政官员来台 都可能被视为痛触红线 火力也并非规模的绝对标准 进一步和前两次围台行动相比 这回正规军演跟战备警巡同步执行 造成的压力更胜于一般灰色地带冲突 通常我们为了避免事态升高 一旦中共的海警的传过来 我们当然不可能用海军去跟他对抗 所以我们必须用海型去试着拦截他 但是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对方分阶段来进行 那对我们的兵力而言 其实当然是相对而言 比较有余裕可以去应对的 同时来的时候 我们当然海军海巡空军 可能就必须要联合去 就是同一个时间都洒出去 去应对这些威胁 那这个对我们来说 当然是兵力调度 和人员 包括士气物资 这些东西的消耗上面 更大的挑战 威哲力道看似持续增高 其实这次演习 中共对于外界反应 还有些顾忌 国防部这边掌握敌情的动态 当然不会完全只有靠我们的力量 和2022年 佩洛西访台后的报复行动相比 解放军划设的演习区域 更加接近台湾东岸 却在宜兰的外海流出大空档 用意之一 是完全避开日本专属经济区 也防止美国合理介入 当时日本认为说 它的飞弹试射有五枚是掉落 日本所划设的经济水域 所以当时日本是有比较明确 强烈的一个向北京的抗议 所以在大的美中关系的架构之下 北京对台祭出这样的军事演训 它会拿捏里面的一个强度 跟所谓的后续的一个作用跟效果 出手维权却要顾虑再三 中共建在弦上 不得不发了根本目的 原因之一是阶段性缓解内部压力 然而中共对于两手策略 再熟悉不过 恐怕已经不是拐弯 大走民间交流 问题就能彻底解决 就像是赖清德总统 在就职演说里面 所特别强调的 要用对话取代对抗 要用交流去取代围堵 很大的重点还是取决于赖清德总统 在行政上 你的政策的未来希望达到 什么样的目标 你希望有什么样的两岸关系 军事为政治服务是不变的定理 如果国军的任务是保家卫国 和洞悉敌人 当局者的义务 就是尽可能化危机 违转机 TVB的新闻李维华 耶稣 看不到 北漂足这个词 现在恐怕要换成中漂足了 根据同志就发现 台中市的人口已经连续好几个月 都是正成长 已经移居台中八年了 不像其他的北漂足 选择这个城市是为了这个原因 我觉得台中就是市容很漂亮 然后天气非常的稳定 对 我觉得这两个点是 当然还有生活步调啦 也是蛮符合我个人的需求 曾经也在别的城市生活过 后来还是选择台中 他认为其实中部去哪都方便 并没有像以往 必须得要去台北 才能有好工作能发展 我觉得台北当然他的选择比较多 还有很多我们没听过的职业等等的 但是因为可能个人的因素就是 就是在中部反而对我而言是 我觉得CP值蛮高的啦 真的一般来我就觉得 我要定居在台中了 渐渐的看着他的发展 然后当然也在这边交了蛮多朋友 对 然后就是资产方面也是努力中啊 等等等等的 我觉得整体的规划 我自己就是想要留在这里居住 然后我也看好他未来的发展 也因此台中市这个月初 开心召开了记者会 迎来了第285万名的市民朋友 在2023年台中市的总人口数 来到了创新高 他们新增了31450人 而他们来自哪五大县市 就是彰化 新北市 南投 还有台北市跟高雄市 而其中有高达3成96 11618人 都是来自双北跟高雄的中漂族 2010年台中县市合并升格后 全市人数当年来到了266万人 接着每年都一路向上攀升 尽管疫情期间有减少 一直到2020的282万 甚至一举连续至少16个月正成长 市府也归纳出原因 交通 经济 福利规划 各项建设的推力 都让台中成为近来 移居人口最多的城市 我们的这种全台湾的市民 用脚去投票 因为你用手投票是投看谁出来 用脚投票就是把户籍 搬到我们台中来 这就是最好的这种 这种投票方式 所以不断的人口一直增加 所以我们北屯 太平 乌日 这几区都是人口增加了很多的地方 增加了这几年增加了4万多人 整个台中市我们都在建设 像这种过去很多人没有做的 南山洁水沟 大渡的连续彰化的桥 或者是接华南路 河美大桥 华南路 这都过去没有做的 现在都在做 市府评估预计在4年 人口渴望突破300万人 而且从生活机能来看 这里特有的商务消费市场 以及相对低的电租成本 餐饮业在台中渐渐也发展出 这里特有的商家品牌 独家的海派食衣住行风格 也引来更多商机 再加上演变成餐厅豪宅化 舒服的消费环境 都让现今的台中更加不一样了 这些其实如果都没有一个好的规划 那它可能就会造成这个 就是说另外的一个 我们讲就是生活品质 跟都市发展的一个问题 之后可能要用更多的资源 再去做进去 台北就是因为过去都是所散地区 那产业啊 人口 都往这边去做集中 可是其实我们的一个 确实高物价高房价 北部把人口往外推 让年轻人却步 认为留在中南部就好 专家也提醒 必须要把其他县市当作借禁 得要把相关建设提前做到位 都市规划更绝对不能草率 TVB的新闻 李明慧卸轮台中采访报道 我们努力工作提高薪资 就是希望可以及早财务自由 但是开源也要截留 专家就提醒 想要累积财富 别当月光族 充满自信介绍自家产品 26岁的青农林浩平 大选业的是设计 毕业后决定回到云林老家 认为与其离乡背景 帮别人赚钱 不如回乡丑农 栽种玉米笋 不仅仅是为了兴趣 也认为前景好 去年的话是很幸运的 帮我创造1.2亿这样 就是可能会比较幸福一点 因为做农作物 其实有时候可能要早起 然后早起也有可能晚睡这样 去年赚尽亿万收入 证明就算不从事科技业 同样也能领高薪 也因为玉米笋品质优良 受到超市通路青睐 现在基本上小农的通路大概300多家 因为他们也会帮你安排规划 他们可能会说 该怎么去安排你去种植 说价格定在哪儿 其实他们都会帮我们 这些农友帮助 给我们帮助这样 事实上在2015年开始 就在尝试这样的一个小农的计划 目前已经铺到大概483家店了 那我们跟160位的农友合作 那目前在这个蔬菜类的业绩的话 也占到我们快9.3%的一个业绩 那所以成效是相当的好 年纪轻轻不到30岁 林浩平就打造了属于自己的玉米损亡国 面对一大笔好不容易取得的财富 他也有自己的理财规划 其实许多人会和林浩平一样 会把钱一部分拿去定存 一部分拿去投入股市 求职网日前就做了一份调查 有高达8成7的上班族 投资理财是以基金股票为主 再来是保险及银行定存 但专家也提醒 想要累积财富 停止浪费 认真储蓄是关键 包括停止失控购物 浪费食物 及停止当月光族 建立起良好的节约理财习惯 才有机会累积财富 用卡可以只要减掉 外国流行的叫什么 debic卡 就是指说 他就是你有多少钱 就花多少钱 因为新闻有时候会过度的 忘记自己的资金的水量 因为你如果现在说客制花费 也是可以 就是逐项去思考 哪些是必须 哪些是想要 欲望 如果是属于必需品 你就非话不可 想要跟必要的差别 这基本上就可以很有效的 可以克制那个消费 可以存到更多钱 尤其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踏入职场后 越早开始强迫储蓄 越早有累积财富的机会 很多人理财 是将收入减掉支出 剩下来的再拿去储蓄 但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 想要变有钱 富人的存钱法 是将收入减掉每月的储蓄 剩下来的才是可以花费的金额 这样一来不仅能强迫储蓄 也能有效的控制支出 先存钱再花钱 虽然是变向减薪 但未来却能存到更多钱 剩余下来的钱 在哪去做其他开销 不要有一个错误概念 就是好像我每个月 只有领这个三万出头 我就是要尽量享受生活 都把它花光 没有任何留下来的储蓄 或者是投资的一个计划 正确的观念应该是 收入先减掉储蓄或投资之后 剩下的才是所谓的 生活的一个开销 跟享乐的一个支出 但有财富也要健康 胆管癌症你应该就比较少听过了 这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癌症 早期症状不明显容易忽视 胆管癌又称为胆道癌 它发生在胆管的内部 临床上胆管癌 依照发生的位置 分为肝内胆管癌 以及肝外胆管癌 肝门周边胆管癌与胆囊癌 台湾国内每年约2300人 新诊断出胆管癌 其中超过6至7成的病人 诊断时已经晚期 5年存活率不到10% 事实上胆管癌确切成因 尚未完全明确 但一般认为胆管癌 可能与胆道系统的慢性发炎 胆结时胆管感染 以及某些遗传因素有关 而主要风险因素 包括年龄肥胖吸烟 长期接触染料或化学物质 以及患有慢性肝病 或胆管疾病的人 由于其早期症状不明显 许多患者在发现时已达到晚期 常见的症状包括黄胆 上腹部疼痛 体重减轻 食欲不正等 如果有出现一些症状时 应该及时就医 进行进一步检查 胆管癌的治疗 通常需要综合多种疗法 像是抽烟 酗酒 肥胖 糖尿病 高血脂 或者有BC肝 有肝硬化 胆道结实的民众 有可能比较容易产生胆管癌 有些极少数的情况也会 像是天生的胆道扩大 肝内肝外胆管癌的话 是又不太一样 譬如说肝内胆管癌 是主要包括肝门周围的胆管癌 肝内胆管癌的话 就是在肝脏里面的胆管 发生的癌症叫肝内胆管癌 治疗上也不太一样 诊断来讲的话 当然是以超音波式最初步筛检 再来就是电脑断针扫描 核子共振 还有一些内视菌的逆行性的胆道 跟胰管的摄影 这些来做一个诊断的医据 肝内胆管癌因为位于肝脏内部 所以它的出行症状不明显 一般都要长到很大的时候 才会出现临床症状 所以它的预后比较差 肝外胆管癌因为位置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它长到 一到两公分的时候 会伴随着黄胆的出现 这类的病人比较容易早期发现 预后会比较好 早期胆管癌是以外科手术为优先选择 尽可能把肿瘤及附近的病灶 切除干净 可以提高病患存活率 然而许多胆管肿瘤 经常长在血管与神经丰富的肝门 或肿胆管一带 导致切除病灶时 手术难度较高 胆管癌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癌症 盛行率在不同地区和族群之间有所不同 在一些地区由于特定的风险因素 如胆结石 病毒性肝炎疾病 寄生虫橄榄等 胆管癌的盛行率可能较高 近年因更频繁的影像检查 发生率也有增加的趋势 而胆管癌的主要症状 包括腹痛 黄胆 胆道 橄榄等 然而这些症状通常在晚期才出现 治疗的选项也受到了限制 手术治疗一直以来 都是胆管癌重要的治疗方式 提供病患能够治愈的机会 然而仅约30%的患者 诊断时能接受手术治疗 大部分的病患能需仰赖 传统之化学治疗 或是放射线的治疗 近年来胆管癌合并免疫治疗的 大规模研究成果也发现 合并治疗的患者 可显著增加癌症之反应 以及延长病人的存活 胆管癌它一般的症状 比较没有特异性 但是它的相对特异性 首先是黄胆 特别是我们有茶色尿 或是大便变成灰白色 还有皮肤痒 跟右上腹的一些闷痛 肿快 肝肿大情况 还有体重减轻 跟容易疲倦 不明言的发烧 都要小心 在抗癌治疗上 医师能透过内视镜导引 进行胆管内皮肿瘤 射频消融术 不但能有效控制 胆管内肿瘤细胞的生长 同时延长了病有生存 只要踏出寻求治疗步伐 一定能与医师找到最适合 自己治疗的方式 TVBS新闻 肖英强 陈如环 蒋志伟台北采访报道 AI快速发展 但是AI链却是面临到缺料的危机 尤其是HBM功不应求 但也意外的让台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AI笔电获得Computex官方奖项金奖 AI的一个演算法 360度收音就像会议词一样 AI去侦测说你后面是不是有人在偷窥你 那一幕会自己按掉或者是锁起来 内建NPU处理器 独家AI智慧引擎 针对使用情境自动切换系统设定 比如说你现在玩游戏 或者是人家文书 或者是你看电影的时候 它会针对你用的场景去切换不一样的 比如说画面的色彩 你用文书的话它就帮你开绿蓝光 那键盘的灯可能就会比较暗掉 但就可以省电 商务笔电先博机身设计 结合工作所需元素 处理这个音效的时候 它就不会使用CPU 那它就去转用NPU这个处理器 那它在使用上的时候 就可以达到比一般更省电快速的效果 同样获奖的还有NVIDIA 超级晶片 以太网络平台 软体平台 获得评审青睐 这些产品主要在于加速推动AI应用 我们台湾一起合作的伙伴非常的多 不论是对于消费者这边的PC这一块的 还是对于伺服器端的 事态链 台湾就是重型 我们老板有讲过 AI效能升级 提高运算资源的整体利用率 更少的伺服器 支援相同的工作量 降低能源成本和占地面积 AI时代来临 整个AI产业链动起来 最重要的是要有米才能煮饭 美超微和超微视频 AI链仍有缺料压力 业界评估应该是 AI伺服器必备的高频宽 记忆体供不应求 以及AI晶片先进封装产能 吃紧所导致 台厂将扮演缓解AI链 缺料药角 抢先吃下商机 包括历程 台积电 日月光等三家台厂 分别在HBM关键封测 先进封装扩产 台湾DRAM厂目前并未具备 HBM生产能力 台厂提供HBM封测澳元 缓解供不应求压力 在2022年 不是全世界都把订单 用进来台湾吗 接下来我们在2023年 经过了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存货的修正调整 以目前我们看到 AI非常缺货的记忆体来讲 其实记忆体 因为它是比较接近 终端消费率 所以它其实在2023 2022的时候 它其实是最快精力修正 而且它的报价 相对其他电子零组件 比较透明 所以其实它在2023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修正 在这个期间 我们可以看到 国际的一些记忆体大厂 都出现了史上 甚至30年以来的 一个最大的减惨的动作 所以这个动作 其实回来我们再看看 从去年下半年 其实景气已经慢慢慢慢的 已经有一点落地 但是国际的一个趋势 或者当时AI的运用 也大概是从去年第三第四季 慢慢开始出来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其实存货是从一个高峰修正下来 是一个相对的低档 这一次在修正的期间 我们可以观察到 价格没有下来 成本是攀升的 所以这也导致 当大家觉得景气复苏的时候 还没有看到一个 很长线订单的时候 大家不太敢去备料 AI伺服器对于电源供应的需求 是过往的二到三倍 电源技术的推进 也是重要观察指标 另外代工大厂 包括鸿海 广达 伪创 伪影 银叶达等业者 是AI伺服器与AIPC的 重要供应来源 台湾其实是有丰富的供应链 就是说当我如果有缺料 那可以互相cover 目前在全世界里面的供应链 或是AI等等 台湾在半导体的 这个供应链的紧密程度 可以说是世界第一 不止半导体 我们如果从OECD 最新的一个数据来看 台湾虽然大部分是代工 但是我们在全世界产品的 参与程度超过60% 生成是AI时代来临 台湾供应链在硬体领域 扮演关键角色 也为缺料冲击 提供解决方案 TVBS新闻中的荣谢贤希 往后与台北采访报导 也是台湾多家厂商受惠 是AI超级晶片GB200 能运长塑造的参数规模语言模型 会答AI人工智慧 年度盛会 GTC大会 最大亮点 就是这款超强 AI晶片 208 billion transistors and so so you can see you I can see there's a small line between two dye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wo dyes have abutted like this together in such a way that the two dyes think it's one chip there's ten terabytes of data between it ten terabytes per second so that these two time these two sides of the Blackwell chip have no clue which side they're on 拿着最新的AI超级晶片GB200 是将CPU和GPU组合在一起的超级晶片 含有一颗CPU和两颗B200的GPU 其中以次世代架构Blackwell打造而成的全新GPUB200 是采台积电4nm制成 内含2080亿个电晶体 根据回答公司公布的数据 效能是H100的2.5倍 也是首度采水冷散热技术 GB200相比前代产品 在能源消耗还有营运成本上 最多可降低25倍 GB200能运转数到参数规模的语言模型 也代表着大型语言模型 已经进入召集参数时代 台厂相关供应链也陆续出列 从PC硬板上下游到IC载板市场点名包括台光电连帽台波等等都渴望入列 其中鸿海入列回答最强晶片GB200的首批合作名单 股东大会上董事长刘洋伟现身更首度曝光最新超级AI伺服器GB200 我们预估今年鸿海AI伺服器的营收可以成长超过四成 而在整体伺服器的营收的占比呢 也会达到四成以上 那么台厂相关受惠的一个供应链 当然除了在这个伺服器的代工厂商 或者是在散热电源供应器 还有在印刷电路板以外 那么更重要的其实是在这个半导体业 在这个先进制程 还有先进封装 在这个部分掌握度最高的 其实就是台积电 根据颜料机构预估 回答BlackWay新平台产品需求增加 供应链对GB200预计 2025年出货量有机会突破百万颗 占回答高阶GPU四到五成左右 2024年被视为AIPC元年 未来CPU GPU NPU的组合将成为AIPC的算力基础 单模型基本上没 现在是每三叠五个月就Double一次 那你设计开IC从开始到结束 到晶片出来最少要一年 甚至一年半到两年都有可能 那所以变成说你的下一代晶片还没出来之后 你就先把它叠起来 叠起来用意就是让它的算力增加更大 增加更大之后它才能跑得动这么大的模型 最新的不管是这几代的晶片 其实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堆叠 然后散热加了一些水冷 加了一些散热板这样 GPU它其实强的就是它堆叠的更多 然后扩更多 然后散热跟水冷加了更多这样 市场传出一颗GB200超级晶片 价格可能高达7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225万 随着挥打AI晶片不断升级 也渴望带动台场AI供应链 TVB新闻余晰 楼君台北采访不到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玉琳哥有没有曾经在一瞬间 不小心配上melody 请坐下来 在一起吗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讲话我就比较 专人 我 专人 我的